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秋来又秋去 一年容易又秋天 秋天到了 又开始行山 今个秋天第一次行山 找来一条很轻松 易行很短的线 还有茶饮有齿吃 现在出发了 大约9点到荃湾村龙村喝茶 很多人都知道 村龙有两间茶楼 彩龙和端记 这里是很多行山线的起步 所以就是这里 一间茶楼吃过饱饱 才有力行 村龙喝茶 很多人都知道 除了收钱不用自己之外 就什么都要自己 没有人带位 自己找位 自己去茶水间拿碗块 我就加上自己洗碗 之后又去茶水间自己开茶 茶叶任选自己不 自己拿点心 不过吃完之后 就不用自己洗碗了 喝完一餐风味的茶之后 就在端记停车场旁边 有条石级小路 经西洋菜田 就开始行这条 两旁六二中沿的小路 如果不是行山的话 就割两斤西洋菜回家煮 这条路线全程是行郊游径 起步大概半公里 就会见到一个指示牌 说行一公里左右 就会到城门饮水道 即是说行到城门饮水道 大概走了1.5公里左右 今天就和一个在纽西兰回来的朋友一起行 希望在他回到纽西兰之前 就和他走多些山 今天天晴 终于不晒 大约25度 非常之舒服 加上走平坦好走的路 沿途吹水 吸吹新鲜空气 望望望远景 走路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和锻炼 很快就已经隐隐约 又见到朗日风了 沿着这条绿色的铁栏 走下去大概几十级石级 就会到饮水道 之后就左转 沿着饮水道旁边的路 一路走 之前我有一条片 就由芙蓉山 脚经三叠潭 走到玄学院 今次就改变一下路线 由村龙起步 那开始要数凉亭了 这个是第一个凉亭 沿路右手边有一个路口石级 下去大帽山的富隆亭 远远见到第二个凉亭 接着就会看到最高的栋 就是如芯广场 之后就见到一个很深人造的路牌 这条线的路牌 就真的很不足够 所以我做这条片 也是想清楚告诉大家 走到第三个凉亭 就有一条石级小路 走下去就已经是玄学院了 不过现在先来看看风光 整个荃湾的风景 接着继续走 就会见到第三个凉亭 在凉亭的旁边 有一条小路石级下去就玄学院 这条片是我之后才拍的 当时就是没有路牌 而不知道由这条路 继续向前行 不过就好就走过一龙 才看到和拍到这个这么漂亮的景 就是西方紫和玄学院 有时失去一些东西就胭脂非腹 错过了一个路口 想不到前面会遇上平时 比较少有的收获 初时远远见到一头羊 看到它对角很特别 追过去看和拍摄 我们三个人都很着弱之下 一直追过去 我朋友说 它是被人加了两块菇叶 在我头那里 是不是 我就追过去拍过清楚 是真是一对很有型的羊角 你看看 你看看 她的头又有两只羊 你看看 她的头又有两只羊 她的头又有两只羊 偏凉 要不然被人倒进去汤 这个不是羊 这个不是羊羊 这个不是羊羊 什么样 哎呀 真的来呀 你一直吃我的手 哈哈哈哈 你一直吃我的手 你一直吃我的手 哈哈哈哈 你一直吃我的手 洗手很舒服 她整群 我没有 我没有 她整群了 又是没有 可以说 Mexico 没有羊群 使用毛巢 哇 讲直来 有一只 一直跟着 那边都有 在这里 啊 这 好像 很像 kuin 啊 不知道 我拍了两个角 黑白黑白的排队 走到这个位置 我突然想起 不多队路 应该是过了路 没理由走那么远 走到刚才提过的第三个停的旁边那条路 走到玄学院 大概几百级石级 不远的不长的 就来到山脚了 玄学院到处了 玄学院就比我大三年 今年是六十八周年 比我保养得好好多 好正啊 玄学院在很多年前 有一部电视剧《神雕合女》 是刘德华和陈玉莲版本的取景地 有衫的经历 有衫的语言 否刘德华和陈玲 学院到处理的带领 跟伴奏 有衫的优优独播剧场 对疗优独播剧场 好看 我认为了 目的配备 有衫的预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游完一圈之后就进去寨堂吃一餐寨菜 想起来都已经差不多40年前吃过一次 现在寨堂完全不同了 是建了一座建筑物 记得以前是比较古色古香开放式的 没有冷气的 看出去就是一块菜地 它就即时在菜地里就割些菜心 就录给我们 哇!好香菜味 好甜 好淋甜 好好吃 哇!这些齋菜不用煮的 叮咛上了 吃完 看单 茶位每位10元 罗汉齋面76 糊头鱼96 咕噜肉 一共298 加138 28 至于好不好吃 就走出来才说 我只会说 往事只能回味 今天如果不是走过了农日 走回头的话 其实大概都是三公里半 加在园里面 兜来兜去 今天的全程都大概是五公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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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